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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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里面要我们过一个空性的生活 这个空性的生活就是 不能光想自己 也就是说念一下息息相关 就是说我们跟所有的 这些佛菩萨 天主教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给他 那这些招呼都打好了 就没问题了 就像人家家里养一只狼狗 你不理他 他就来咬你 你总要给他 Hello Hello 给个面包 或是看到主人的面子 主人的朋友 然后呢 这些狗就 你要跟他产生关系 他闻过你一次以后 吓唤你 但你家里来他就不怕你 因为他已经把你的味道吸入他的记忆体 这是我主人的朋友 同样的狗是如此 任何一个你看不见的生命都是如此 所以你跟他接触过 然后他就会不怕你 那佛教要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 那如果你这样的生活 就会怎么样 来 和谐 这是佛法最主要的目标呢 他就是要我们的心呢 跟万事万物有情都和谐 不要冲突 但是现代人不管这个 未打目的 不择手段 我要达到什么 管你的 甚至把对方给斩掉 但是这样就会造成以后 你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就会有障碍 因为你斩掉他 下回他会找机会来斩你 那你就会很难生活 所以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 来 吉祥如意 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很如意 那各位那你就要掌握这个 这个点如何 这个世界上的发展 我们叫timing 那你要买股票 你也要懂得买哪一支吧 你要掌握好这个趋势 我想做生意的人 或找政治的人 他必须要懂这一套 他必须要懂这一套 那我们学佛更要懂这一套 那你就知道 跟什么人 讲什么话 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那你这个想法就代表一种空性 因为再念一次面面俱到 做什么事情要面面俱到 就像进来这个空间 那我就会一直看 哪里是逃乱的地方 火灾来怎么办 哪里是厕所 这个地方稍微要稍微去了解 调查一下 那你要把这些事情都兼顾好 为什么所谓我们大秤佛教 这个大秤的意思是说 你就是开飞机的人 因为你要载着所有的 飞机上的人安全的到目标 叫大秤 什么叫小秤 也不是小的意思 小秤是说我照顾好我自己 这个生死轮回很痛苦 那各位是在家人 那我们叫什么秤 你也叫人天秤 再加上就是希望做人很健康很快乐 来世呢就算死也快乐 叫人天秤 那人天秤讲的就是 你也叫现世的快乐 来世的快乐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 那你一定要 那但是快乐 一定要有个健康的观念 快乐不是你处心积虑去抢快乐 那快乐从哪里来 就像这杯水好了 很简单 它为什么变甜的 因为你之前加糖嘛 就是变甜的 它不是突然变的 那你为什么会喝到咸的 因为它加了盐巴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 是糖跟盐巴都有 有些人快乐多 有些人痛苦多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盐抽起来 就是属于负面的 会让你痛苦的因跟果 把它消除掉 那你要开始种快乐的因 而且你要爱喜这个快乐的果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各位我们在追求人生 那这个叫什么 来 生命工程师 就这个了 有一次我去大学演讲 他们教授问 师父你是研究什么 生命工程 那你的专科呢 心灵工程 我们就搞这个了 那什么叫生命工程 你什么叫什么 怎么漂亮啊 怎么有钱啊 怎么样不会老啊 怎么样老了更有钱啊 我们就在研究这个的 我做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好 那但是你要了解这个方程式 那你自然就得到那个 这个一点困难就没有 你不了解这个方程式 那你就每天处心积虑 弄得自己啊 用尽心机总未修 很痛苦 所以我想快乐跟痛苦 都是有四个字 你要想自作自受 很简单 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 好好坏坏都不要怪天怪地啊 但是你对天地跟众生所做的 就会产生这六个字 你可以讲 行为反作用力 对 所以每个人你所得到的 都是你自己种给自己的果 这样而已 哦 别人长得高你长得矮 别人白你黑 别人有钱你没钱 刚刚我们马老板说 师父这一区都是有钱人 人家有钱也种了这个因才来 不然他怎么会生在有钱的家庭 还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不然就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不然就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不然就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公 这个是人家自己种的因 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国王叫做普斯尼国王 这个普斯尼国王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呢 丑得要死 一个呢 漂亮得很高贵 然后他把丑得要死的这个女儿呢 就藏在他们的地下室 不敢让人家看 因为国王很爱面子 普斯尼国王很爱面子 那漂亮的女儿呢 哇就代表他老百姓非常爱他 非常爱他 但是老百姓也在想说 听说国王还有一个大女儿 为什么都没见过 大概是漂亮得不得了 不好意思拿出来 大家都在猜啊 那有一天这个普斯尼王 就跟这个第二个女儿 很漂亮的公主说 女儿啊 今天你这么有钱 大家这么爱你 是因为你有一个爸爸 做国王又有钱 所以你才会这样 你知道这个女儿怎么回答 爸爸你这样讲错了吧 你带我们去拜佛陀 佛陀说 这是我自己上辈子种的因耶 跟你没关系耶 哇老爸可生气了 明明是我 我不知道你哪有办法这样呢 然后呢 他这个爸爸就有点不高兴 不高兴呢 他想说 这个女儿啊 就是这样 好 我要让你长长甜苦头 他哪一天就 女儿啊你这么漂亮 我帮你找一个老公 你就听爸爸的嫁给他 结果他老爸帮他找一个 一个贵主的后衣 那这个贵主已经穷了 都没钱了 但他还是属于贵主 因为印度人 你不能把他配给非贵主 那这个贵主已经 都已经变乞丐了 没钱了 然后他就把那位贵主的后衣说 你要娶我女儿 但是呢 好不好 那你现在以后生活会好一点 他就答应了 结果他就把这个女儿宣布 我要把你配给一个贵主的后衣 全国人都完蛋了 这个贵主后衣已经破产了 这么高贵的公主 你嫁给这么穷了怎么过 但是你看公主快不快了 公主好 随缘 各位随缘这两个字不是随便讲的 随顺因缘 他有因果的 今天我嫁给谁 这都是我的因缘 我不会怨的 我穷或是有钱 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种人叫正的出果 在佛教里面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正的出果是完全百分之一百的 念四个字 相信因果 这个叫随缘 他已经随缘了 所以他爸爸说 钱是我给你 这不是 这是我自己种来 他爸爸把我配给一个穷光蛋 那我也随缘 他接受 但是大家就很烦恼 他妈妈不是你也 夫人也很烦恼 哎呀 你爸爸 怎么把这样子 好了 结果他嫁给穷人以后 那也没地方住 没地方住 然后他就 只好他先生说 你爸爸把你许配给我 对不起啊 我家已经破产了 我没地方给你住 那我就带你回乡下好了 那公主好好好 她很高兴 结果回到乡下 他们也没工人 自己要整理那块土地 那房子都破了 他们就在那边整理 这个做太太的很高兴 整理以后 突然在一个地方 挖挖挖挖挖到两箱的大黄金 对不对 谁留下来 就是贵族留下来的 然后他们有这两箱的大黄金珠宝 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福报 我嫁给你 所以就用这珠宝盖一间很漂亮的 比他爸爸还漂亮的房子 住在那边 那老爸可气死了 我就知道你穷变成这样 所以他老爸才没办法 就带着他的恶女去找佛陀 佛陀啊 他就是对我们也很孝顺 我故意把他嫁给穷人 为什么他又变成这么有钱 佛陀说你不相信因果 人家自己种的因果 那国王就比较服气一点 原来是如此 那国王哪一天又找他太太 夫人啊 你以前你是释迦祖的后代 那因为你嫁给我以后 那你才有 你看 哇 你看你带着全国最好的宝石啊 那波斯尼夫人也信佛了 她说 哎呀 夫君啊 那我 我钱是自己修的了 所以我才有这个了 我的老爸气死了 波斯尼王哪一天呢 趁他睡觉的时候 就把他那个最宝贵的红宝石 朝河里面 突 丢下去 我看你要不要再跟我找我 结果丢下去以后 波斯尼夫人醒来 啊 宝石不见了 不见了不见了 水源嘛 佛陀说的 水源嘛 就会有一天 他的仆人 为了要买一只 那时候他们还没吃树 买一只鱼回来 哦 然后夫人看到那只鱼 哇这只鱼这么胖啊 然后厨房在杀的时候啊 肚子扑开 他的宝石就在肚子里面 那个鱼一蹲下去 然后那个夫人说 你看嘛 我都说我不会钓了就不会钓 又拿来又带着 带了以后就 国王一上床 哎 你怎么保持在你手上 没有啊 不知道谁把我丢掉了啊 鱼又把我咬回来啊 各位 这就是因果跑不掉的 这个教育 对波斯尼国王就相信了 这个叫什么 念下来 顺忍 一个人要对这个真理 能够接受 我们叫顺忍 就是你接受了 叫忍 一开始我们叫信忍 就是说你相信三宝 所以你皈依了 但是你相产皈依以后 你还不见得接受因果 各位有时候看到蚊子 好在美国少一点 我在台湾很多帮我开车的人 开车 我说你帮我开车还杀蚊子 我说师父这样不会盯你啊 没关系 因果我来承受 我说你讲这种话你受不了的 这个叫他 他虽然皈依了成为佛弟子 因为他老婆派他来跟我开车 看他老公会不会信一点 但是他就 对不对 他虽然信了 但是他没有顺 他没有接受这个 那最高的叫什么 第三个来 法忍 这个法忍就 不是一般人能够的 法就是真相 你对真相完全接受 叫安忍 所以我们叫 你也叫四个字 是各位追求最高的 来 无声法忍 什么叫法 就是家庭啊 婚姻啊 健康啊 世间的一切叫法 那你对这个真理已经永恒的接受 叫安忍 所以你的内心里面不会起心动念 叫清静极静 叫无声法忍 这个是最高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有无声法忍 得癌症啊 或是被切成一片一片啊 或是你的儿子被杀在面前啊 再流很多血 虽然你感觉到很难过 但是你心里很平静 这样 很平静 你内心里面很平静 虽然这个事情是很痛苦 但是你很平静 这是最高的目标 但是我们必须从一步一步来 当然我刚刚讲到 普世尼国王跟他的太太莫尼夫人 这两个人最后是饿死的 饿死的 他们虽然做皇帝 中国最出名的皇帝梁武帝 梁武帝最后也是饿死的 梁武帝帮佛教多大 这个我们华人能够坚持吃素的戒律 也就是梁武帝下规定的 那时候出家人很多没吃素啊 有些吃肉 梁武帝学佛以后强迫 但是他也因为这个而饿死 为什么 他的弟子叫猴景 猴景是对方的 跟梁武帝敌对的国家的最好的参谋 战将 他把他收过来成为他的参谋 帮助他 但是这个猴景最后还是叛变 叛变以后 他把梁武帝跟他的太太抓到一个边地的地方 天天给他肉 你吃素我给你肉 不给白饭只给肉 就是要破梁武帝的戒 所以梁武帝是这样饿死的 他不吃不吃就死了 但这里面也有一段因果 这个因果是什么 那各位我可能再讲一次吧 梁武帝以前是一只蚯蚓 他无量是蚯蚓 那有个老和尚在讲经 这只蚯蚓呢 也有善根 他就游过来 他就听到 这个老和尚讲妙法莲花经 所以各位念法莲经功德很大 如果你没时间念完 你至少念铺门品 法莲经的重点 那这只蚯蚓只要老和尚讲经 他就会过来 这个叫蕾四善根 他喜欢 但是老和尚旁边有一位小和尚 为了庄严老和尚 他拿一个习杖 站在旁边 各位都看过 习杖 老和尚讲经 讲大作 叫习杖 那这个小和尚有一天 他就站累了 习杖拿起来 放下去 拿起来 刚好那个蚯蚓 啪 压死了 把蚯蚓给压死了 那这只蚯蚓就是谁 就是梁武帝的过去世 因为他听法华经 所以各位你坐在这边听我讲法 就算你睡着了死了都还升天 没关系 因为正在听法 正在念经 然后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 因为这个善根 他就去投胎 做一个贫穷的农夫 那这个农夫每天都去砍财 那砍财以后 下来卖一卖才有钱赚 那有一天去山上砍财 回来 刚好下大雨 下大雨他赶快把财就 躲到寺庙里面 那那个寺庙已经没人拜了 天花板都破了 那天花板一破 那雨就淋到那个佛像的头 那这位农夫看到 哎呀哎呀佛祖在淋雨 他就把他的斗笠 放在佛祖的头上 供养斗笠 各位 供养斗笠 所以这个农夫死了以后 就做皇帝 各位重不重要 这个叫念一下来 三宝门中 符好修 那就是供养斗笠 就这样做皇帝 那后来 这个农夫 经常去那个寺庙 因为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寺庙 他就经常去拜拜 然后呢 有一点点小小钱 他就省着吃啊 买了水果去供养佛陀 供养那尺佛像 但是他去供养佛像 等他砍材回来 他想要把水果收回家 收回家吃啊 拜拜再带回家吃啊 标准是不行的 佛经说的 如果你去寺庙拜水果 那个是佛的 你带回家就是要偷到 除非是说 住持跟你说 哎呀东西太多了 麻烦你们带回家 那可以 结果他有一次去供养佛陀 每次去看水果都不见了 哇就很烦 谁偷了我水果 有一天他水果放了 他就躲在后面 到底谁偷我的水果 结果一只猴子 猴子来一次知道有水果 隔天也来 经常来看 哇原来是那只猴子 后来那只猴子 又拿水果跑到他洞里面 那这个农夫跟在后面 就拿个石头把洞塞起来 所以那只猴子是在里面饿死的 饿死了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那只猴子就是来投胎做猴警 也姓猴 当然这里面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 要讲完就下课了 但是各位 那这些故事会让你 我这样讲 就希望各位深信因果 但是话又讲回来 那个小沙咪把蚯蚓这样压死了 也有因果 因为梁武帝做皇帝以后 他经常喜欢找那些名门 也有学佛的来谈论佛法下棋 那特别是念一下保质禅师 这位保质禅师很厉害的 他吃下去的鸽子 马上鸽子会变成飞走这样 他吃肉是这样吃的 他是为了度他 他这个人是显现神通的 像激功一样 所以有一天他在跟保质禅师在下棋 下棋的时候 那突然有一个出家人很远的地方 要来找梁武帝 因为他知道梁武帝是护持三宝 他们寺庙需要护持 因为梁武帝发愿 全天下的寺庙要改要盖很多 结果当保质禅师跟梁武帝在下棋的时候 刚好梁武帝赢了 梁武帝赢了 他讲了一个杀 外面的卫兵听到皇帝讲杀 他就把那个出家人带掉看头了 就是这个姻缘 后来梁武帝知道 我在护持出家人我喊杀 那个卫兵就说 皇帝我就说有人找你喊杀 所以我把他抓去杀了 梁武帝就很痛苦 我怎么把出家人给杀了 他就问保质禅师说 师父 我刚刚无心的 我这样有没有造恶业 我把他给杀了 那保质禅师就讲这一段因果 他上辈子也是把你这样杀 你做蚯蚓的时候 他玩习这样把你弄死了 所以这一次他又来找你 因缘又来了 刚好你喊杀 然后卫兵又听到 听到那个杀就把他给杀了 这就是一段因果 所以各位 你不小心踩死一些蟑螂 你都要给他阿弥陀佛 我跟你讲 不然下回就 你刚好去哪里 咚 杀 压扁了 这个世界真是如此 你每一个动作你都要小心 你都要小心 所以话又讲回来了 就是普斯尼国王 那普斯尼国王那位丑公主 她被埋在地下室不准出来 那国王也很好心 国王就是找了一个真正的穷人 跟他说 如果你愿意娶我的女儿 我给你很多钱很多房子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永远不能把我女儿带出来 结果全国都知道 哇 国王大女儿要结婚 傅马爷 但是只看到傅马爷 从来没看过公主 所以很多人就在议论纷纷 这个公主 那傅马爷 从穷人变有穷人 所以每次吃饭 开什么大会 傅马爷都会在 但是旁边都是没有公主 大家就有一点怀疑 有一天有一些公子哥 就把这个傅马爷找去喝酒 故意灌醉她 灌完醉以后 就把她身上的钥匙偷出来 然后他们就想说 我们就到她家去看 这个公主到底是漂亮到什么阶段 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见 那公主被关在里面 她也学佛了 因为莫逆夫人 所以各位做妈妈很重要 这个莫逆夫人 她学了佛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影响给她的女儿 让她的女儿知道 所以莫逆夫人就经常跟这位大女儿说 你上辈子一定没有修好 所以妈妈去拜佛陀回来了 你要经常念本师释迦摩逆夫的名号 经常忏悔 所以有一天这个大女儿虽然结婚了 她在想 我长得这么丑 爸爸把我关在地下室 我妈妈讲了 一定我上辈子没有修好 所以呢 我要好好 那我又不能去见佛陀 所以她就在地下室那一天 跪在那边掉眼泪 然后点了香 南无佛陀 南无佛陀 请你接受我的忏悔 难道我一辈子要这样关在地下室吗 愿佛陀加持我 她就这样在祈求 这一段很重要 各位你只要点个香 或是刚刚我们这样合掌 请问佛陀会不会降下来 百分之一百 你千万不要怀疑 你要相信 信任 所以这一位 这一位大公主跪在那边忏悔的时候 然后她拿着香在提醒佛陀 佛陀就来了 那佛陀来的时候就从地上裂开 因为他们在地下室 地上裂开有一道光 然后呢这道光 佛的头就出来了 那佛头一出来 哇 那个头发 佛陀的头发 干青色的就是黑到发亮 卷得很漂亮 那个时候公主看到好欢喜 她没有看过佛陀的头发 而且地底裂开 她没有看过光的 哇 那佛陀那种光 超过阳光几千倍 却一点都不赤眼 然后这个光一出来 公主好高兴 她跪在那边忏悔 看到佛陀的头发 哇 她就很赞叹 一直磕头 然后她的头发就变成佛陀的头发 各位 这个很重要 然后后来又看到佛陀的额头 那个皮肤发亮 然后她那个皱皱的皮肤 佛经怎么写 来 念一下 鳄鱼的皮肤 你看公主长得多重 鳄鱼的皮肤 然后她这边跪 在那边拜佛陀的额头 然后她的皮肤就变佛陀的皮肤一样 然后她看到佛陀的眉毛 她看到佛陀的眼睛 就一直磕头 一直磕头的时候 她整个像 就完全180度改变 所以各位忏悔重不重要 重要 然后佛陀完全现出来以后 给她放光 公主还不知道她的外表变了 她自己不知道 然后她就跪在那边哭 哎呀 我在这边提醒佛陀 佛陀还真来了 我妈妈说我一定上辈子造什么恶业 所以我才会这么痛苦 那佛陀就给她开示 公主啊 你上辈子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 你很喜欢帮助穷人 所以你这辈子生在国王的家庭 还大女儿 但是呢 你这个人很骄傲 虽然你家里有钱 然后你对下人很凶 经常骂他 打他们 你打他们 他们皮肤就痛 所以你皮肤就会不好看 你经常骂他们 所以你脸会长得很丑 声音不好听 甚至你也把那些下人做错事了 打他 骂他 又给他关在地下室 让他们一关就七天 无天无日了 所以你这辈子要被关好几年 所以你现在 你赶快忏悔 发愿生生世世 不再打人 骂人 生气 那你的因果就会改变 哎呀 公主听啊 哭啊 忏悔 然后忏悔完以后 佛陀给他皈依三宝 他就正的出果 正的出果